欢迎收看4月25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国内确诊人数持续飙高 今天新增了5108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已经是连续两天单日破5000例了 那么指挥中心今天记者会言到晚上6点 就是因为下午召开了专家会议讨论居革新方案 在会后呢也拍板宣布 从明天开始将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天数 缩短成3加4 也就是前三天居家隔离 从第四天开始 只要当天快筛是阴性 你就可以出门采买生活必需品 或者是去上班 但必须要全程戴口罩 不可以去聚餐聚会 也不能够回学校上课 但这样的方案不是用在境外移入个案 另外也把匡列的范围缩小成 指匡列确诊者的同住亲友 以及同办公室内九宫格的密切接触者 不在匡列其他有戴口罩互动的同时 中央推出3加4政策缩短隔离时间 但确诊数相对较多的双北市都大含有困难 台北市甚至呛根本没有异议 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 这仍然无法减薪行政的压力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说 居隔三天 搞不好民众连居隔书都还没有拿到 那第四天要如何执行控管 因此北市今天抢先推出了确诊简讯通报系统 让民众得知染疫后 可自行上网填写隔离地点 接触者减少疫调时间 新北也将提出已筛代隔事办计划给中央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马上全面已筛减取代隔离 以现行的状况来说脚步太快 本土确诊数再攀升 今年新增5108例本土个案 113例境外移入 另外中重症患者总共增加了16人 创下单日新高 眼看确诊人数暴增 造成了疫调量能负荷 指挥中心也宣布 确诊者足迹不再公布 现在有不少专家认为 比起单日新增的确诊数 中重症比例才是观察的重点 但是有医师质疑 指挥中心把中重症比例算错了 分母被灌水 实际的致死率比指挥中心 公布的数字还要高出其倍 本土确诊个案连续两天 突破5000人 指挥官陈时中24号才预估 总确诊人数会破350万 更希望追求纽西兰的 百万分之五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不到2000人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议会报告接受备询的时候 更喊出恐怕有400万人确诊 16万人重症 多达4万人死亡 甚至质疑陈时中早在2月份 就知道清零不可能 另外为了保留医疗跟防疫量能 北市也抢先中央 以筛代格 从医护跟防疫单位 第12类人员优先实施 基隆某妇产科诊所爆发群聚感染事件 累计至今已经有9人确诊 其中有6名新生儿 其中的一名九天大男婴 在24号深夜到25号清晨 两度血氧不稳送医 但是到院之后因为血氧浓度正常 又再被送回妇产科 让男婴的爸爸很心疼 就怕在这一来一往之间 错失了治疗时机 希望孩子能安置在医疗设备 完善的场域 或是让家属亲自照顾陪同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也催出了疫苗打气 24号南逃一处卖场施打站 假日人潮大爆满 涌入了上千人排队打疫苗 还有外线市的民众来强大 在卖场外排队人龙绵延了半公里 有民众先前已经收到了疫苗施打通知单 结果一到现场看到这个画面 被人潮吓坏了 担心没有抓好社交安全距离 会不会造成另类群聚 疫情延烧 家用抗原快筛一剂难求 在台南有药局竟然把医疗院所使用的 抗体快筛试剂 当成家用抗原快筛试剂 卖给消费者 甚至告诉消费者 直接滴血下去当检体就可以检测 卫生局借货消息之后 紧急前往稽查 因为没有发现药局当场卖给民众 加上业者向人员表示 进货进错了 准备向购买来源退货 目前只能对药局口头警告 中央简化疫调到最小匡列 但是同住家人的定义 是不是一国两制呢 有一名太太因为台南工作的丈夫 职场有确诊者遭到匡列 丈夫回到高雄另监住所进行隔离 虽然没有跟七小住在一起 但高雄市府却把他们列为同住家人 大女儿就读的高中跟卫生局确认 没有跟居隔者同住就能上学 但是小女儿就读的国中 教育局却从严认定 让太太一头雾水 认为同住家人定义标准不一 让人无所适从 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台七六快速道路上 一辆运猪的货车疑似乍栏栏没有关好 一头活生生的大猪 之后直接坠落 还在路面上翻滚了好几圈 断腿受伤 后方的车主全程募集 笑了好大一跳 也联想到最近在网路上很夯的话题 说这是九天玄女在召唤吗 画面PO上网之后 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知名美食卖场推出的自由品牌鲜奶 因为CP值高 深受消费者喜欢 但是有民众发现近来大涨了百分之十七 原本一组两瓶价格 从229元调高到了269元 一口气涨了40块钱 就连国产品牌的鲜奶 包括了统一还有义美 也都是涨到269元 对此业者回应是为了反映成本才会调高售价 但不少民众不买单 认为美食卖场涨太多 失去价格优势 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疫情持续 因应12岁以下学生在居家隔离期间 可能无法生活自立 需要家长陪同照顾 台北市教育局就公布了 6到12岁国小学童居隔有两种选择 如果选择的是陪同居家隔离 家长需要跟小孩一起隔离跟解隔 如果选择的是在家照顾不接触的话 前提是家中要有一人一室的独立空间 小孩自己在房间隔离 家长可以轮流陪伴 外出也不会受到限制 国内确诊数不断创新高 许多学校还有幼儿园因此停课 基隆市有一名7岁女童 因为停课在家自己研究快筛 很厉害哦 她还全程用英文示范快筛步骤 一进到底的影片曝光之后 让身为牙医师的妈妈直说很勇敢 不过在棉棒深入鼻腔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点不舒服 女童还搞笑的翻了白眼 华视新闻五天内三度出包 即快训跑马物质 中共席台大屯山火山爆发 引发民众恐慌之后 昨晚华视新闻图卡 又把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头衔 物质为总统 今天苏奎也直说让人傻眼 文化部跟华视等相关代表 也都到立法院报告备巡 朝演以为火力全开 痛批华视犯了低级错误 部长李永德坦言非常不应该 NCC主委陈耀祥也说情节重大 但是否要撤照 他认为没那么严重 跟上下架无关 再度遭到立委炮红 台市新闻看世界来关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国防部长奥斯丁 闪电密纺乌克兰基辅 成为乌俄战争以来 造访当地最高层级的美国官员 美方对这趟密纺行程 保密到家 布林肯和奥斯丁从波兰 搭火车抵达基辅 会见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还有重要幕僚 他们认为乌克兰只要有 足够的军备 绝对能取得最终胜利 也宣布对乌克兰和援乌 北约盟国提供新一轮 7.13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209亿元的军事援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周边国家也都很忧心 会步上乌国后尘 尤其是芬兰跟俄国边界长达1300公里 更是危机四伏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主动参加枪支射击训练 另外有了乌国的前车之舰 芬兰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个月不但追加台币65亿的国防预算 还计划采购侦察机 用来强化边界首位 俄乌战争爆发两个多月 欧美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制裁 禁止奢侈品书往俄罗斯 4月份原定从亚洲运往俄罗斯的 8000辆最新款豪车 目前滞留在比利时港口 陈列在码头的空拍景象 相当壮观 法国24号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 官方公布结果 现任总统马克宏 以58.55%的得票率 击败得票率41.45%的 极右派候选人雷鹏成功的连任 欢迎回来台视晚间新闻 美国一对表兄弟挑战 人类飞行史上首次的空中换机 在亚利桑那州上空4000多公尺 同步关掉了飞机引擎 让飞机垂直向下俯冲 两个人同时跳出了机舱 在半空中以自由落体的速度 要想办法钻进对方的飞机 然后再驾驶飞机降落 超高难度的任务 最后一人成功 另外一个人错过了时机 跳伞保住性命 不过飞机坠毁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表示 会展开调查 修定台视晚间新闻 屏东有摄影爱好者捕捉到 黑渊展翅高飞 脚上去抓着蓝白假脚拖 照片被分享之后引发热议 笑贩了不少网友 但是有趣画面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生态危机 因为黑渊把拖鞋带回巢穴 上头的细带可能会导致幼鸟受伤 保育人士也呼吁大家 不要再乱丢垃圾 一般人洗牙都要找牙医 但是外国潜水爱好者 却是前进水里找虾子来清洁牙齿 原来这是太平洋清洁虾 会游进人的嘴巴里 挑出寄生虫 还有坏死的组织吃下肚 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看 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乌凯文 祝您顺心平安 晚安 我们再会